各位好,今天我们会分享给各位一篇文章一篇新闻就是关于朝鲜战争70周年的历史 好吧,现在我们开始吧 70年前的6月25日,朝鲜军队以反弃侵略为由 越过北纬38都仙,大雪轻攻韩国,打响了朝鲜战争的开软 而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时间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 很快中国、美国和数量都被卷入集中 事实上,朝鲜和韩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数年 二战协入之时,便已经开始沿着拥挤的轨道发展 而两国历史的走向,则者又从来不是由两国自己决定 70年过去,两国始终在试图解决共一个问题 如何才能庆祝自己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数两国将朝鲜 从日本的占领中解放出来时 朝鲜半岛已经成为殖民地近35年了 由于无法达成一致一见 美国和数量同意沿38线将半岛暂时挂分两个趋势范围 累是同盟国在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占领 随后南北双方的分子变得越来越大 1948年,由于未能就统一的政府达成一致 中各自成立自己的政府 苏联树立范围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以及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大韩民国 美国和数量一直距离向对方 让步导致了半岛的分裂 而朝鲜和韩国政府一直拒绝接受这种分裂 但是两个政府其认为自己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统治者 却不接受3%的过分 毕竟没有任何人能够被负起分裂国家的欠股 在那段时间里,国南北之间的边界纠纷从未停止 终于1950年6月25日 朝鲜新从理晋日成决定进贡南方 见国家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 六峰是国家统一云否,并不由近日成决定 在经历上年的大规模战乱 数十万中国士兵以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的参与 汉城自知一手的数百万朝鲜人的死亡后 没有任何一块从战争中去受力 南北的边境始终还在保留在一个开始的3% 即使付出巨大牺牲 大韩民族梦冽以求的统一 究竟还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比朝鲜半岛有两个国家的近况 但在历史上这个极为不正常的 从小鲜半岛过去一千年的历史来看 最近的70年是令人尴尬的意外 至少从王氏高丽九十九百三十六年共位后百级 截住半岛后三国时代开始 半岛就是统一王国 但是在全球预发全球化的大势之下 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够独上其身 可以说 自从半岛在十九世纪八至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浪潮下认为日本殖民地开始 大韩民族便一直在尽力由外人掌管自身命运的坎坷历史 至今直到现在又未改变 回望朝鲜战争之后 朝鲜与韩国遇上了两条容易的路线 一条是在美国的影响下 另一条是在苏联的影响下 在南方韩国担当着美国自文主义阵营的脚顶毛角落 这致意味着获得美国自责的旅程网政府和武政西政府 可以长期维持军事统治 不过也是在这段期间 在美国政府被税办住各国恢复经济从而抵抗共产主义 这营作大思维的影响下 韩国得以融入选求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并逢日去实际遗留的司法和国家领导 成的崇尚主义使其经济迅速繁荣 成为所谓汉江起义 然后1980年代轰轰动动的民主运动 又推动了韩国的选择改革 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有代表性 有了竞争性的选举制度 如今韩国被认为以发达国家议员 近期地位与西欧、日本和美国相似 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的数据 它是世界第二大信息体 近于俄罗斯并交过澳大利亚和西班牙 在北边 朝鲜在苏联共产主义阵营下 奉及苏联的资金 居述志愿 寻速建设技术工业 一度保持较好的发展 1960年代中 处交二后 朝鲜左右奉原 获得了大量亲戚利益 从朝后到70年代 朝鲜化长水平长期 引韩国带平 甚至在某些地方 比韩国更好 比如 城市化高 人均用电量和人均益生素等 更有甚者 朝鲜劳动党 在社会维度 或许 传统的阶段结构 彻底化于历史上 垄断教育 土地等大量资源的两半结基 逐尽男女平等 因朝鲜妇女第一次 获得受交易的旋利 拥有和续成财产的旋利 以及善与政治的旋利 但从70年代开始 朝鲜政府 推动一系列运动师的经济政策 日益混乱 而南方韩国进去 却持续腾肺 两国发展价居迅速未大 随后中国采访 务实外交 价值数量的解体 更令朝鲜所依赖的 经贸网络 分为离世 离世 经济远租更随之消失 政治的混乱 肥料和染料的短缺 令国家绝防面对任何天才的能力 以至于在1990年代终极 经历了许世政宴的恶际 劳动党政权 一度面临正些的崩溃危机 也是在那段时间 早显秦务加强了严格的军事化统治 加强了对亲世家族的个人崇拜 亲屋崇拜不依别国的主体思想 仍是不借国际自财和国民建国的民胜条件 大力发展自己的核武规划 如今 他以核武裤带 约有20-30核武器 而还逐步完善了 受集到党等投放实力 使他成为国际政治最大小的问题之一 不过,这也证实让朝鲜在国际谈判中 获得一定程度的印马 巩固了国家在军事、外交、政治上的独立 使他与美国解决国家安全危机 便可大力推动近年来 已经逐步开启了经济改革 北方和南方作主的选择 都有各自的代价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军事、外交的稳定 如今 经济繁荣的南方 最大的目标是 政治及军事的独立 如今 美国继续在韩国出着军队 并且 有协议规定 如果 韩半岛发生战争 韩国军队 将会美国指挥、 县坊、朝鲜 获得政治和外交独立 却仍有 败捕禁机的严重不足 但无论是朝鲜 还是这个韩国 虽然 面临不同的问题 但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 仍然存在 并继续影响今天朝鲜和韩国政治家的决定和险景 七十年过去 但未正式结束的朝鲜战争 仍然影响着半岛八千万人民 但韩国保守与进步两大政治力量之间的分支 在一定程度上 源于 1950年的斗争 比如保守派 迅寻新美路线 指出美国和日本 是韩国在政治及军事唯独唯一可靠的盟友 而进步派则主张 在逻辑和美国盟友关系的同时 从美国争取自己的主权、权益 包括战时军队指挥权等 并与朝鲜和解 且有则强烈的仿日应日基因 而在朝鲜 虽然劳动党在政治上保持着严格的当一化 其内部分 其内部分裂也是不透明 此证 当时内部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其有继续 以着美帝主义的军事强硬派 也有唱成与南方和谐 万象统一 仍是与美国和谐 万象改革泰方的声音 从每种意义上 南北双方的发展方向向反 但却沿着同一个走线 北方和南方的政治家都有同样的目标 小鲜 半岛是统一和独立 他们只是在如何达到 一个长期的目标上存在分析 竟然应该导寻资本主义 还是共产主义 美国式的自由主义 还是树梁式的极选主义呢? 统一是一个税要测地 税媚对方 还是和协相处 互相修好 所有这些问题 都回到四十年前开战位后的主要问题 究竟由谁来领导 朝鲜半岛呢? 朝鲜民族 或者大韩民族 如何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当1950年6月25日 近日城大南方发动进攻时 美国人确信是数量测化的 后来历史证明表明 在北朝鲜说服